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鹽田有海 有美丽的19.5公里的海滨障道 我就觉得能否在这些美丽的地方 打造一个靠近老百姓最近的书房 打造试以眼翻的一种阅读场景 我们这里它在山海之间 我们通过建筑物的色彩 让人联想到附近的海洋 结合大面积的开场 充分把周边美好的环境 拉入到我们室内来 那一天我在去大梅沙的路上 在高速公路上 我就看到了我们这个造型 我就觉得很震撼 其实它就是鹽田的一个文化地标了 我当时只是说了一本书 我就希望它是一个书的造型 理效果图出来的时候 当时给我震撼很大 我的一本书像变魔法一样 变出了二十几本书 通过书籍作为一个形象 你仔细品味 所以这屋顶也是一本书 隔墙它也是一本书 两本半开的书堆叠在一起 成一个三角形的状态 它对周边环境的阻挡 它是相对较少 一个面是看远处的山 两个面都是看到街边的公园带 条形状的小窗 它也刚好是我们外面能够看到一些绿化的位置 它是一个贴近我们居民生活 解决居民生活一些小问题的区域 那现在这个条工程呢 可以给我们的居民去避雨 可以让接送这些孩子的爷爷奶奶们 在这里简单休息 我们设计很多空间 都会注重对人的关爱 先把自己融入到空间里面 再在这里面去做设计 我们在楼梯的位置设置了一些垫子 那就是给到孩子们 可以随地坐下来阅读的地方 对楼顶的处理 也是希望你多数多累了 可以走到上面去 看看山 吹吹风 发发呆 舒舒服服地坐着 这个图书馆确实 老百姓 战役也是很多 就觉得很温馨 很接地气 开业以后 然后那些孩子就讲 哇 好梦幻哦 对我一个继承图书馆馆长来说 我是很感动 设计它的四个元素 形色光智 不能独立成长 我们这空间也一样 最终就是要 吸收人的内心 它就跟我们写文章一样的 不是说我偶于一个高潮 就是这本书最好的地方 而是读了过后 这个文章给我整体的感受 从这种解释 又是很感动我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建图书馆也就是这种感觉 不管是什么时间 它都会吸引人进来 深圳是中国的阅读分别最好的城市 渗透到社会所有的细胞里面去的那种 全民性的阅读 书会让你智慧 如果脚步慢不下来 让自己的心灵要慢下来 我觉得城市发展 是需要很多微克力的内容去填实它的 我们走几分钟的路 就能去享受普惠化的公共文化服务 这是一个城市的幸福感所在 我们建管制书给自己的定位 就是以海洋为主题 利用了我们的海 海、杆、集装箱等等的严肃 我吸引他进入了 他会慢慢地认可图书馆 爱上图书馆 走进图书馆 只要他跨进图书馆 就是读书人